在云南腾冲 有一辆水泥灌车也挺吓人的 直接冲上了人情道 一路碾过人行道旁的灯杆路牌 和正常停放的一排电动车 直到撞到树上才停下来 那么是水泥灌车 驾驶人喝多了吗 不是 当时水泥灌车里根本就没有人 交警调查得知 当天这辆水泥灌车 临时停放在一个工地门口 但是这儿是一个下坡 司机下车时忘了拉手杀 两分钟后准备返回车上时 发现自己的巨无霸 正朝着人行道冲了过去 尽管他拼命追赶 但已经晚了 好在人行道上的行人 和一位电动车骑车人躲得很快 才没出大事